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亞洲頭褲林紅象 歡迎收聽優質節目頻道 贏家應對 露瑤芝麻利日久見人星 今天是1月28號禮拜三 台股今天下跌10點 所以9514點 量縮817億元 好,各位親愛的朋友 呃,今天呢 跟大家說聲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我重感冒還沒好 所以聲音還是有點傻樣 希望所有聽眾朋友稍微忍耐一下子 那在這邊也應該是說提醒大家 這一波感冒真的很嚴重 所以請大家有空多喝水 多吃水果 多休息 就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正式講台股 台股今天拉回10點 收了9510點 量縮817億元 有人說台股今天很強 好,為什麼說今天台股很強呢 因為在美國股市大跌的情況之下 道琼跌了291點 那是大跌了90點 好 就是說以美國股市跌的那麼 那麼深啊 好,美國股市跌的那麼深 台股今天開盤只跌大概幾點 我看一下 台股今天開盤只跌18點 盤中最多跌50點 收盤跌了10點 有人說台股今天很強 你認同嗎 好 因為市場現在幾乎所有的言論一定 都是偏向說明天要摩台結算 好 明天應該是摩台結算 禮拜四沒錯嘛 好 所以台股很強 這個論點投票你認不認同 欸老師 沒錯啊 台股今天很強啊 美國股市大跌 我沒有沒跌 對不對 對,那應該是真的就是跟人家講的結算有關係啊 所以造成今天台股只跌10點啊 好 都朋友 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說 基本上你的思考邏輯不要被市場輿論欠著走 好 我今天只是想跟你講這一句話而已 不要把你的思考邏輯被市場欠著走 為什麼這樣子講 台股今天跌10點 強不強 很強啊 到窮跌了快300點 真的很強啊 但是各位菜頭粉你知道嗎 假設 如同市場講的 假設如同市場講的 呃 今天 外資已經買超好幾百億了 今天外資又買超101億 好 明天是摩台結算的日子 那台股今天禮當 很強嘛 好 這個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曉得你知不知道 南韓今天漲0.47% 南韓今天漲0.47% 日經指數今天漲0.15% 也就是說 亞洲股市我們是跌的 我們是跌的 我們如果今天真的超強的 非常非常強 那我們今天不是只是下跌10點 齁 你知道南韓今天漲0.47% 那日經指數今天漲0.15% 你聽我意思嗎 就是如果我們真的超強的 那我們今天應該要漲0.47% 或0.5% 9500點如果漲0.5%多少 投票 9500點如果乘以0.05% 大概我們要漲40幾點了 將近快50點了 沒有啊 所以我們有沒有超強的 沒有 那老師你的意思是說台股很弱嗎 我沒有說台股很弱啊 但是你不要被市場言論 隱昧的牽著你的鼻子走啊 你不要讓市場的言論隱昧的牽著你的鼻子走 告訴你說 呃 台股這個叫做利空不低啊 所以台股很強啊 你要做多啊 齁 老實 你意思是說你半行嗎 我沒有啊 我做多啊 我做多啊 那為什麼你要泼冷水 我今天沒有要去跟你泼冷水 我今天只是想告訴你那一句話而已 不要讓你的思考邏輯 讓市場牽著你的鼻子走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你自己應該要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 去判斷市場告訴你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像當初大家告訴說 希臘總統大選完之後 他們選舉完之後會退出歐文區 也沒有啊 法國跟你說歐洲股市有大點嗎 老師沒有歐洲股市反而上漲 對啊你不會感覺很奇怪嗎 好啊 你記不記得今天禮拜幾 今天禮拜三 今天禮拜三嗎 禮拜三 禮拜二 禮拜一 上個禮拜三 上個禮拜三 市場機構把友達跟群創 調降 認為說未來的面板需求會減少 所以上個禮拜三 友達跟群創被打到疊疊板 結果呢 還不是又拉起來了 所以都是這樣 我今天只是想跟你去分享 就是剛才我今天講 節目的那一句話而已 不要讓市場把你的 應該是說 你的思想 你的思考邏輯被市場 被引導了 就這樣子 不然你永遠只是散戶而已 好 那現在市場的焦點是在於說 明天摩台結算會如何 說實在話 那個根本就不是我的焦點 好 那我反而是希望大家 你能夠把自己實力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 什麼境界呢 就是說 你在這個時間點 摩台它會不會拉高結算已經不重要了 你多頭經營了 幹嘛 一定要拉高結算 不是嗎 你現在思考邏輯是 下個月它如何控盤呢 你現在以我們減盤時間點1月28號 你的思考邏輯是在於說 好 那2月份 有農曆過年 那我們1月13號就封關了 好 我們1月13號 2月13號就封關了 好 那接下來 控盤什麼它如何控盤 你 好 這個才是你要去 把你的 應該是說 把你的思考邏輯在 往向更 向上去提升 真的 我今天只是想去跟大家去講 現在市場要告訴你 明天 摩台會拉高結算還是壓低結算 我們有說那不重要 但是你不要被它牽著鼻子走 你應該把你的格局再向上提高 向上建高 你應該讓自己有一天去發現說 那以我們現在減盤這個時間點 那2月份要如何控盤 你聽到什麼 就說別人告訴你的東西 我沒有說那不對 但是你不要被牽著鼻子走 就這樣子而已 好不好 好 所以大盤 我們稍微簡單二壓跟投票去做複習 我想這一波我們幾乎都看對了 這個必須要去特別強調 從當初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說會來到7月M頭的景線 好 9,335點 我說這邊會做震盪 沒錯 好 那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說 超多股票 你應該知道 首先你要定義趨勢 我還是那句話 全投票 你知道什麼叫趨勢 好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前陣子 有所謂的 那 希臘可能退出歐元區的兩隻黑天 呢 石油下跌到50塊 好 禽流感 上海A股跌7.7% 上海A股跌7.7% 再加上呢 法國遭受恐怖攻擊 瑞士法郎脫勾歐元區 好 跟歐元區做 就是會對的做脫勾 就說你 你這麼多利空啊 我只想跟你分享 就是說 頭部絕對不是利空把它打地下來了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觀念懂就好了 好 那我沒告訴過大家 我說 這邊如果突破了 他就來挑戰9530 9593 好 各位稱頭朋友 我們曾經告訴過大家 我說這邊討鬼 新的鬼 他就來挑戰9593 昨天的高點已經來到9523點了 9593跟我們講的 昨天的高點9523跟9593只差幾點 差70點而已 好 老師 又還沒突破 好 對啊 是還沒突破啊 但是差70點而已 好 只差70點了 不然 你來預測一下 規劃一下行情 好 你總不會告訴我 台股上漢萬點吧 好 那現在市場的焦點應該是在 金管會主委 陳平忠先生 他接下來可能要射出幾支劍了 例如說 泛寬個股的漲雷停滿到10% 一些或擴大當中 理論上 我們都支持 理論上 我們都贊成 好 理論上我們都贊成 只是你的時機 14點多少而已 那台股 要不要開放10% 我個人贊成 只是在9500點 這邊開放 我個人 品項 打一個比較大的問號 好 為什麼 因為台股喜歡 台股喜歡散戶 喜歡做多 好 那你在9500點開放變10% 我覺得 有那個危險性啊 好 那不是說我們 不贊成 而是14的時機點 我個人比較傾向 是在空投市場去做14 好 空投市場14 例如說像 10393跌到3411 或9859跌到3955點 那時候去14 原來時候市場 應該是說 簡單說你也不會在那邊再去斷頭了 你已經都已經來到3955了 3410 要再去斷頭不容易 那我的意思是說你在9500點 哪一邊 一邊 你不走 你不走